一个沙发32万元 一块手表价值2000万 坐拥4.85亿空客A318私人飞机 光飞一次就要花费32万元 普通人4000元的月薪 6年下来也只够他飞一次 更别说每年1700万的维护费了 黄子涛才是真正的鱼圈隐形富豪 1998年当普通人的工资只有1000元时 黄子涛的父亲已经用200万元 买下了青岛八大关的别墅 现在的市值更是高达8000多万 房间里最不起眼的家具都价值上万块 一张沙发的价格高达32万元 包球形椅子52000 看似普通的茶几要17000 在某一档综艺中 杜海涛和黄子涛连线时 出镜的就是这套别墅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枕面前的高端潮玩 还有各种绝版的手腕 和一比一的钢铁侠模型 光是这些玩具加起来总价值就上千万 别人的梦想是能有一辆自己的车 黄子涛的梦想是极其超跑七龙 现在他也实现了这个梦想 500万的劳斯莱斯·古斯特 800万的法拉利458 350万的麦凯伦720S 兰博基尼大牛等七款超跑 都没有重样的 逃横程度让人望尘莫及 除了豪车 它的天价手表更是贵的离谱 在和丁真和赵石 戴的手表价值2000万 全球限量10块 随便曝光的8M050官方售价也是600万 全亚洲只有50件 可见他的生活中无处不体现一个毛子 你能想象 这个在路边啃着冰棍的人 其实就是富二代黄子涛 也是因为这张照片 黄子涛在韩工作时 一直被当成熊起带 各种站都有小便宜 黄子涛出生于青岛 他从小体弱多病 为了照顾儿子 他的父亲黄中东 特意考了医师资格证 早在1997年 黄中东就登上了青岛富豪榜的第七名 不过小时候的黄子涛 对父亲的财力一无所知 因为黄中东讲究穷养 他认为吃苦和感恩的品质 比金钱更重要 黄子涛也没有让他失望 16岁时 他兼职发传单 端盘子 赚的第一笔钱 就全部用来给家人买礼物 2010年 黄子涛在NBC的海选中 被星判发现 成为韩国三大娱乐剧头之一 SM的练习生 2015年 黄子涛在演出中 腿部骨折 韧带撕裂 尽管医生要求休息 公司还是强迫黄子涛工作 爱子心切的黄中东 做不住了 把黄子涛送到美国养伤 并且单方面宣布解约 回国后 更是为他一人成立龙涛娱乐 还收购了黄子涛出道公司 浩天盛世36%的股份 为的就是让儿子不再被别人控制 自由发展自己喜欢的事业 虽然黄子涛的父亲已经去世 但他留给儿子200亿的财产和公司 足以让他衣食无忧 2021年首次直播的黄子涛 在评论区被黑粉指责割韭菜 尽管黄子涛早已习惯了被质疑 但他绝不会容忍那些触及他品牵的人 于是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按照网民的一贯形式作风 黄子涛的行为也免不了被挂在热搜议论 然而经过大家的深挖才发现 原来黄子涛说的话全都是真的 去年河南暴雨引发一系列灾害 黄子涛代表公司和个人向河南捐赠300万元 此外他还将自己潮牌店衣服 全部下架持援河南 据统计他下架的衣服价值为200万 在曝光的聊天记录中 黄子涛直接告诉员工 他们有多少就给多少 2020武汉疫情 黄子涛也捐了100万 口罩10万个 而其他明星的捐款数额 甚至不如黄子涛的三分之一 除了危难前有大爱 他同样有小爱 一次在一个综艺节目上 黄子涛来到一所龙雅舞蹈学校 网友惊讶地发现 他居然会手语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背后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少年时期的黄子涛有些孤僻 唯一的朋友就是天生幻眼荣雅的陈臣 为了和陈臣交流 他刻苦学习手语 当他的事业处于低谷时 有人建议黄子涛打帮助陈臣的感情牌 但他强烈反对 黄子涛言辞激烈